美国德州东南部的自来水出现食脑变形虫感染事件 有8座城市接获警告 当局呼吁除了冲马桶外不要使用这些水 请看详细报道 美国德州东南部的自来水出现食脑变形虫污染事件 受影响地区包括杰克逊湖 弗里波特 安格尔顿 布拉索里亚 里奇伍德 姆利西 克鲁特和罗森伯格的居民 目前只有杰克逊湖地区居民的警告 仍然保留其余地区已经撤销 德州环境品质委员会指出 由于自来水中出现一种食脑变形虫 服侍内戈里虫 食脑变形虫会借由受污染的水经鼻腔进入人体 使人患上脑膜炎 一旦被感染致死率极高 因此当局会议居民除了冲马桶以外 暂时不要用水 也建议民众在使用浴缸和连蓬头等器材时都要清理干净 晒干 游泳池也要充分消毒 根据数据统计 美国光在2009年到2018年间就传出34起食脑变形虫死亡案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